大家好,我是王偉俊,香港前賽艇運動員 我是潤兒,我是前香港女子足球代表 我剛退役 我在2016年贏了亞青錦標賽的金牌 2022年贏了亞錦賽的金牌 在去年的韓州亞運會也贏了金牌 之前參加了一個2023年的韓州亞運 我亦曾拿過21、22年的香港足球小姐 一個賽艇,一個踢球 兩個截然不同的運動項目 兩位原本不相識的港隊代表 這日同一屋簽下,在同一個辦公室上班 原因是… 我上年完完亞運會後 我加入了…透過ACE這個計劃 退役運動員主營計劃 很快就獲派加入了奧夢成真的部門工作 擔任一個主任的角色 去安排一些我們奧夢成真的學校的教練 去一些學校或一些公司型的機構去工作 我現在在香港運動員就業服教育部裏面 做一個Officer 我主要都是會幫忙推廣RTP裏面的一些Program 主要都是想想有些甚麼工作方案 或者培訓給大家 可以令到大家都可以提升他們個人的能力 提升他們的職場競爭力 兩位運動員提到的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RATP 是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推出 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部執行 轉為退役運動員度新訂做的全職工作平台 運動員可以選擇去到學校 擔任體育推廣主任 又或者好像阿俊和潤兒那樣去到體育機構負責行政工作 我想很多運動員其實他們作出了退役這個決定之後 其實他們自己可能思緒都會比較混亂 又比較迷惘 未知道下一步要做些甚麼 我的工作就可以去跟他們聊一下 看看他們實際上自己想要些甚麼 怎樣我可以去協助他們 因為我們在經過這麼多大賽 或者是讀書的路途上面 或者工作的路途上面 其實可能有很多困難的 在我們經歷過之後 其實我們都相對會認知到他們需要些甚麼 然後透過我們知道他們 或者我們跟他們交流的時候 可以幫助他們去想一些計劃 或者想一些資助資源給他們 看看能不能幫到他們 起碼我們會接觸得容易一些 理解到他們會深入一些 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會比較自己去了解他們的難處 去了解他們有甚麼需要 那我就可以更加貼切地去幫助他們 要為運動員提供最適切的支援 而最能夠了解運動員需要些甚麼 就是運動員自己 加入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RATP 你得到的不僅是一份全職工作 還可以回歸社會 為體育界出一分力 運動員在一個全職的生涯上 其實他們做的事 只是去全程投入這個運動 其實他們未必一個人都可以安排到 或者去規劃好自己退役之後的打算 其實這是一個我會叫做一個中轉站 讓他們更加容易適應社會上的規模 怎樣去工作 無論學校或者機構裏面 我們都可以發揮我們運動員的精神 各位運動員朋友 如果想要更加多HKACE的服務 記得Scan這個Code 好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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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